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代表团的朱婷 去年呢,我们以全身的战绩 缠连了世界杯的冠军 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褒奖和肯定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又拿了一个冠军 而是大家知道中国女排这一路走来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5月22日,2020年全国两会首场代表通道开启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女排队长朱婷 向大家讲述了她所理解的女排精神 女排精神一直都存在的 有时候我们明知道得不到冠军 我们也会竭尽全力 不在乎胜负 这种信念一直都在 从来没有改变过 这是不是你第一次去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面对这么多的记者 在这么一个庄重的环境下去发言呢 确实是第一次 因为人生中有很多的第一次 我觉得咱这一次是非常有意义的 然后我在代表通道能够代表我们中国女排 去讲述我们中国女排的故事 然后分享给大家听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可以说这也是 这个第一次是意义非常非常重大的 你在上场之前有多少时间让你做上场准备 我自己把搞写下来的时候应该是两天前 然后对着镜子啊 自己演练几遍 也希望能够自己表达的更 就是更出彩吧 因为我是排行第六个发言的 所以在前面的时候 也是在自己心里就是默念了一下 然后也是过了一下吧 我觉得准备的还算是充分的 准备充分归充分 但是等待 说是轮到你上场了 这个等待的时候 心里紧张不紧张 是的 等待的时候是紧张的 因为看到前面的代表在发言的时候 自己心里还是确实碰碰乱跳的 但是真正等待自己上场的时候 我觉得是跟打比赛一样的 当你站到场上的时候 那就已经不紧张了 相对于两会上的人大代表 人们更为熟悉的朱婷 是在排球场上 从2013年进入中国女排国家队以来 朱婷以中国女排绝对主力的身份 两次夺得女排世界杯冠军 和礼约奥运会冠军 作为中国女排最有力的得分利器 朱婷多次被评为赛事最佳主攻 和最有价值球员称号 不久前 朱婷刚刚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的荣誉称号 因为你作为公众人物的话 受的关注确实会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还是像朗老所说的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你的本职工作